羅神社自己做了什麼自己不清楚 難怪人家這種行為 我剛才吐了個口水 跑完過來說打妹打妹 我是すみません 然後就沒了 我等一下再接住一個 三個包 包圍起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中國一條叫做 我國月收入2000元人民幣以下人口約9.64億 那這個衝上了微博勒搜的第一名 那這個數據引用了 北施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 2021年的調查數據報告 那這個引起大家討論之後 這篇文章也被下架刪除 那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前幾年喊 這個中國有6億人月入1000的 鄭國籍總理李克強都已經被A死了 更何況這篇會給你留著繼續在中國牆內 但說到這裡就有一個 大家可能會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這篇文章衝上熱搜第一 才被下架呢 認真想一下也不難理解 明顯就是中共的鬥爭 那配合前幾天我也說過 中國一個財新網發佈了這個 重溫時事求是路線 這個文章裡面也是暗諷聖上 對吧 那這個文章是不是也被下架刪除了 那問題就在為什麼他可以發出來 不是89你都說中國裡面有黨支部 對 所以我才說這是這個中共的內鬥 那我們要知道財新網他的背後勢力是誰 王岐山那一派 雖然王岐山在前幾年已經被聖上給奪權了 但畢竟王岐山在黨內還是有威望的啊 所以你看如果在現如今的中國 有那種揭露真相的數據 或是一些圖片影片 在中國網路上登上熱搜 而隨後又被下架 你就可以虧之一了 這大概率是屬於中共的黨內鬥爭 起碼是有高層給一些基層當靠山 讓他們去發表一些 其實聖上治理的中國 並沒有他說的這麼好 那當然嘛 聖上權力最大 他看到這件事 他還是會命令那個什麼微博的黨支部啊 把他這篇文章 把他的影片給下架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篇文章具體說什麼 來裡面提到 有6億人的收入低於1090元人民幣 換算就是台幣 4300吧 差不多吧 4300、4400而已耶 基本跟李克強在2020年 那個時候說的差不多這個數據 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說若以1090塊到2000人民幣 作為中低收入的標準 則中國月收入低於2000的人口啊 高達了9.64億 而其中6億人口的平均為38.5歲 其實不年輕啊 懂我意思嗎 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個 第一財經日報他轉發的內容 我們從第三大段開始看 中央經濟工作會提出 當前面臨的困難主要有 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行業產能過剩 社會預期偏低 對吧 我記得應該是前一個禮拜 還是前兩個禮拜的一個日更影片 我裡面也說過 中國現在面臨的很大的問題 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跟產能過剩 就是我說你們一些在吹捧那些愛黨愛國的自媒體 你怎麼連我都不如啊 對不對 你們每次預判的都判錯在幹嘛啊 中國這個國家的繁榮是西方帶來給你的 尤其是你非常仰賴盡出口 而不是你中國自給自主的內需而富強的 從來不是 我們接著看這個數據 這個是全中國人口的收入分布 當然小粉紅肯定會說 你看這個也把沒有工作能力的老人或是小孩啊 零收入的人也列進去不准 OK 那我們就撇除掉這些零收入 因為他已經分出來了 這個零收入佔中國人口是0.39% 其實你可以當作沒有啊 所以你不要拿這個當作藉口怎樣 你們沒有收入的人是佔了10%還是20%那麼多嗎 如果佔了這麼多列進去 那我覺得另當別人 那問題是0.39%嘛 那我們就直接從你們高收入的人群來看就好啦 對吧 那我們這個標準就定台灣最低的月薪來看 換算就是6,000左右的人民幣 6,000多一點吧 那根據這張圖表就是落在5,000到1萬以下的這個範圍 來我們先看5,000到1萬人民幣收入的人口 6,328萬 14億裡面的6,328萬 佔比中國總人口4.52% 月入1萬到2萬人民幣之間的人口 是784萬 佔比中國總人口的0.56% OK 月入2萬人民幣以上的人 在全中國只有70萬人 百分比是0.05% 所以這個數據又是台灣省人在造謠 是不是在歐美造謠是不是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數據 月入5,000人民幣以上的人口 佔比全中國的比例只有5.1% 不是說什麼10%20% 5.1% 所以我常常說嘛 你們在中國月入超過5,000的人 你們已經贏了90幾%的中國人口 沒有錯啊 數據嘛 所以我們撇除掉那些沒有收入的人口 0.39% 中國的中位數的收入段落在哪 1,100到2,000之間 那不就跟前幾天爆紅的那個文章 提到的也差不多嗎 比例上最高的收入人群是2,000到3,000的 其實是500到800的 所以我勸小粉紅你們絕對不要說你看 這是2019年統計的數據啊 所以呢已經過時了 2019年統計的數據來源一定是 2018、2017那邊數據統計收集起來的 所以我2019才發表 對吧 所以已經過時了56年67年 我跟你說 如果你拿這個理由來說事的話 你會更沒面子 2020年、21年、22年、23年 尤其是23年的中國經濟通縮成這樣 而這個統計的圖表還是你們中國欣欣向榮的年代統計的 所以動點腦子想想 我們再說 不然你會更打臉 我們接著帶大家來看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 我已經失業一年了 本人存款13萬7 單身女要6萬財力 有人要取嗎 發現問題接下來就要解決問題啊 我氣修學徒師傅開200塊錢人民幣一個月 網上不是催月薪1萬的滿大街都是嗎 我就是其中一員我不覺得丟臉 至少我有支持其力的能力 我是談及人 2000以下是什麼工種呢 本人無存款 單身女帶娃 要18萬彩禮 有人要嗎 反正我不要 現在還有月薪2000的嗎 這個IP來自美國 有啊 小鎮上的環衛工人月薪1300是我大姑媽 2021年最後一次公佈的基尼係數是多少 2021年最後一次公佈 身邊真的沒有見過月薪2000多的 你看下面回覆有48條 要按讚只有40個是最低的 真的有2000的工作嗎 好奇90後工資不到3000的有多少 這9.4億人在哪呢 我一個月只有8000塊 但我感覺我是周圍人領最少的 這就對了 大部分人都是2000小部分的200萬 真實數據 終於看到真實的數據 我就是2000以下了 這才是真實的數據 買保險的 剛開的工資是1116元 我一個月發1500 怎麼感覺我身邊的人都6000以上呢 第一是看到比較務實的數據 抖音上都是幾十萬的小錢 這麼低的工資能這麼多嗎 又是誰把我的秘密收出去了 要過年了 我們家七口人 就只有我們兩兄弟有收入 按這麼說 我的月收入已經超過10億人了 我2400抱歉 我是5億的那一隊 我2900 我為國家做點奉獻 也就是9.64億人其中就有我 經濟這麼差 又到年關了 拼命的養家糊口 終於刷到暖心的影片了 我一個月加班加點七八千 父母奶奶沒收入平均下不到2000 我們村不都這樣嗎 年輕的人出去都出去 父母打不了工 抖音人均兩萬 月薪2800 那我今年就上了兩個月的班 拿了期間平均一個月583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很多 兩極化的留言 我身邊的人沒有啊 很多人 但更多人是說 其實差不多就是這樣 真實的數據就是這樣 那這裡就要分了 什麼叫做客觀的 什麼叫做主觀的 大家認為 數字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呢 當然數字是客觀的嘛 那什麼叫做主觀呢 主觀的就是 我感覺 我認為 比如說我身邊的人 我身邊接觸到的人 這個人群是不是代表 絕大部分 借給國家的社會風隙跟社會氛圍 可能曹新城曹董 身邊的人就是 哇那個 可能月收入都幾千萬幾億了 那他今天如果跳出來說 這個台灣這個數據怪怪的 這個中位數是幾萬幾萬啊 怎麼中位數收入人口不是幾千萬幾百萬啊 對不對 他講這個話卻有問題 因為這是他的主觀感受 這是他認為的 當然他不會這樣講 我只是舉例 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那假使我今天月入一億 然後你跑來問我 89你覺得經濟怎麼樣 你覺得你賺的夠不夠多 我當然會說賺的不夠多啊 難道我會說我賺的很好了 我賺的超飽了 我不會 我會說我想要賺更多嘛 我想要一個月再賺60億嘛 我肯定會這樣講 那如果我用這樣的主觀感受 去網路上留言 人家就會覺得 我們這個國家 可能國家是不是都是這樣的氛圍 所以我們要看數據說話 但如果你發現 你沒有跟上這個數據 那你就要思考一下 問題在哪裡啦 接著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搞笑的 中國有家公司啊 他們發薪水的標準是用積分換月薪 積分換現金的實際方式 一是公司需達到盈虧平衡後 實現年度盈利分配 每個月授權積分後 每三千積分則算一個月整的工資 積分授於本月無法兌換積分為現金的 第二個月以1.1倍換1.2倍 第四個月以1.3倍換 直到十一個月以2倍換 真的是暖心又好玩 不僅漸進式的實踐社會主義 還讓員工在上班的期間 有著玩遊戲的樂趣 希望黨中央可以看見 豐富豐富小粉紅這個加班加點 然後單休的這個上班的情緒 讓國際央系也可以同步實行 共逐中國夢 其實已經很好啦 很多地方薪水都砍半或是發不出來了 你弄積分去換說不定還比較好 對吧 影片的最後要帶大家來看一些 小粉紅大鬧日本的影片 非常沒暖心 自己做了什麼自己不清洗 難怪人家這種心理 我剛才吐了個口水 我按過來說打妹打妹 我是すみません 然後就沒了 我等一下再見到一個 直到搞熱圍來 你在外面這個景點是我見過最少人的 其他帶什麼鹿啊 一些動物的神 人都超級 人鬼東西沒什麼人 大部分還是有點良直 有點認知 了解過歷史的 小部分 濡愈穿一點 沒認知 有寶安一直頂走看 然後多了個口水 然後一直站在這塊 看一下拍這鞋的都是什麼的 又多了個寶安 來來來 我們有幾個寶安在那裡走 再吐一下 然後又藍起來了 要把那個 要把我趕口水 嘿嘿 走啦 他說這個 這個浪費 那我停在這裡的意思 他叫人過來了 放個寶安 跑回起來了 不要跟起來 也不少都翻譯欄 現在跟我說話 看他們要跟我說手 手機要關起來了 我當然知道我這種行為沒什麼意義 可是會讓人難受啊 就一個人網爆肯定是沒什麼感覺 要大家團結起來 一人一口唾沫 他肯定會很難受的 畢竟他們 供著他 然後每個人進去都來口口水 他得多難受 是不是 我知道這口口水沒什麼意義 可是 心意到了就行嘛 我懶得在講日本經國神社啊 我只能說 我們反向來看 昨天還是前天 你們一堆人去悼念茅聖上 這個人 害中國的經濟也好 害中國的人命也好 跟日本所謂清華相比 哪一個影響中國最嚴重 那這個人 現在是你們的大英雄 大領導 長津湖戰役也是你們最近在討論 長津湖是你們到別人的領土 去跟別人打戰 而不是在你們自己領土打戰 那這些人現在被你們捧為烈士 英雄 這些人 讓北韓人民 現在過了跟南韓人民有天差地別的生活 然後他們被你列為國家先烈 你們跟日本經國神社有區別嗎 你們甚至比他更慘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 下次見 掰